我们今天来分享一道计算机竞赛的题目 这是2008年初级竞赛的第四题 题目的意思是说呢 希望我们把一个符号前置的数学表达式 通过程序转换成一个符号后置的数学表达式打印出来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符号前置数学表达式 题目的问题描述里已经给我们解释了 就是说在一个数学表达式中 我们把它的符号放在操作数的前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现实生活里 我们说3加4 它就是加号是放在3和4中间的 但是如果在符号前置的数学表达式里呢 它就会把这个加号提到前面 它就变成了加号3,4 它就希望我们把这个加号3,4这样的一个数学表达式 转换成一个符号后置的数学表达式 而符号后置的数学表达式呢 它就是把这个加号从中间挪到后边 也就是加号3,4变成3,4加号 这个是题目想让我们做的事情 它就是希望我们把一个符号前置的 转换成一个符号后置的打印出来 所以题目给了我们一些 题目呢给了我们一些输入输出的样力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这个 这个题目的逻辑啊 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写程序 首先要理解需求啊 理解需求就是了解题目的意思 了解题目的意思呢 我们分析出它的内在逻辑 把这个逻辑搞明白之后呢 再转化成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言 之后呢 计算机就会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理顺 理顺这个题目的逻辑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题目给我们的输入输出的样力 前面的样力相对来说会好理解一点 比如说1只有一个数字 它没有符号 那么前置也办后置也办 还是我们真实的正常生活中使用的数学 它都是一样的 因为没有符号嘛 它的区别就是符号的位置 之后第二第三个例子也不难理解 加号12 我们就只要把加号放到中间 就得到了我们正常生活的数学别达式啊 但是题目要求的输出呢 它是要一个后置的 所以加号要放在后边 于是输入一个加号12的话呢 输出就是一个12加号 第三个例子呢 和第二个例子是类似的 我们看第四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呢 是一个加号一个减号 加上三个操作符 包括第五个例子 第五个例子呢 是三个操作符 加上四个操作数 它们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它的逻辑首先是 在符号前置的表达式中 也就是在input中 在输入的样本 样例中 我们的运算的顺序是什么 是首先算最后一个运算符 也就是 我们看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是两个减号 一个加号 那么最先运算的应该是那个加号 最先运算的是那个加号 然后再运算 离它就是倒数第二个符号 也就是减号 最后才运算 第一个符号减号 也就是说符号越靠前 运算越朝后 第二个注意运算的逻辑是什么呢 对每一个符号而言 对每一个符号而言 我们要找到它后边 它后边离它最近的数字 或者最近的前置表达式 也就是说 对每一个符号而言 它一定是出现在 它操作数的前面的嘛 因为它是前置表达式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看最后一个 减减三加二一九的话 我们第一个运算的是加号 加号的它的操作数呢 要往后找 就是二和一 我们很快就找到两个数字 所以这个加二一呢 它在normal世界就是二加一了 当然它在本体里 我们要把它变成二一加 我们把它变成二一加呢 我们要把它给存放起来 因为它还会是 它还会是 下一个需要运算的符号的 一个操作数 而下一个需要运算的符号 应该是倒数第二个减号 倒数第二个减号 对于倒数第二个减号而言 它的操作数在它后边 要找到它后边两个操作数 离它最近的 第一个就是减号后边的三 没问题 三是它第一个操作数 第二个操作数呢 就是我们刚刚存起来的 二一加 当然它在原题 就是输入中是一个前置表达式 anary我们把它看成 是它一个操作数了 所以对那个减号 倒数第二个运算符的减号而言呢 它的操作数就是三 减去 加二一 当然我们如果翻译成 输出的话呢 就是三二一加减 最后呢我们才会运算 就是第三个 从后往前数的第三个运算符减号 对这个减号而言呢 离它最近的一个运算数呢 就是我们刚刚存起来的 在前置表达式是 负三加二一 在后置表达式里的 就是三二一加减 它的第二个运算符呢 就是九 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题的逻辑啊 就是说 在输入中 也就是在前置表达式中 我们运算的顺序呢 是 运算符越朝后 要越先算 运算符从后往前算 第二 我们找到运算符以后呢 我们要在它的后边找运算数 因为它是符号前置的 它的所有的符号的运算数 都是在它的后边的 它可能是个数字 也可能是一个前置表达式 而对输出而言呢 刚好是相反的 这两个逻辑都是相反的 首先运算呢 要先算 排在前面的运算符 就比如说 加减减 就是符号越朝前 越需要先算它 而它的运算数呢 在它的前边 因为它是后置符号嘛 每一个符号的运算数 都在它的前边 并且离它最近的 离它最近的数字或 后置表达式 好 我们搞明白这个逻辑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来写这个题目的代码 屏幕上就是写出来的 本题的答案了 首先我们一行代码 要接受程序的输入 就是用input函数 得到程序输入 其次我们定义 一个list 我们定一个list 目标呢 目的是为了存放 中间运算过程中产生的 中间运算数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list 存放本题可能出现的 所有操作符号 因为题目有 题目在 在输入的规格说明中 有提到 操作数呢 只有加和减号 所以我们程序 只需要考虑 加号和减号 第三步呢 我们把line input做一个操作 就是输入的那行字符串 也就是输入的那行 前置 符号前置的数学表达式 做一个转换 做了 这一行代码呢 我们做了两个转换 第一个转换就是用 切片方式 把它做一个逆序 把它做一个逆序 也就是说 如果你输入12的话 出来就是21了 这是一个逆序 然后呢 是去除掉 然后是去除掉 这个输入里的所有空格 我们把空格去除掉 以防它就是 影响我们的逻辑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输入的 这个前置数据表达式 前置数据表达式 而且是经过逆序的 数据表达式 做分析解析了 经过逆序以后 最先出现的操作符号 就是我们需要 最先运算的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 当我们遇到它一个 当我们遇到一个操作符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离它最近的两个 操作数或表达式 给pop出来 如果它不是 如果它不是符号的话呢 那我们只需要 把它给放到我们 把它存放到我们 存放临时的操作数的 那个list里面 经过循环运算 经过循环运算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结果啊 当然在 当然在我们 拿到了操作符以后啊 当然第一件事是 pop出它的两个操作数 然后呢 把它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 已经有了两个操作数 和一个操作符 然后我们要把它的格式呢 写成一个后置的格式 也就是 操作数一写在前面 操作数二写在第二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符号呢 放在两个数字的后边 当然这个 AB啊 它不一定是光是数字啊 它还是有可能是一个 经过转化的后置表达式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在 Stack里面 最终 Stack最终呢 只会得到 长度唯一的一个 一个 一个长度唯一的一个list 这个 唯一的一个元素呢 就是我们经过翻译 整理之后的一个 后置表达式 我们可以运算一下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减减三 加二一九 输出是 三二一 加减九减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正确的逻辑